雪梨港夜空火樹櫻花正式揮別2022 全球最受期待的跨年煙火秀之一 澳洲雪梨今年不只特別盛大舉辦 也是自2019年以來首度無防疫限制 今年的煙火除了從港澳大橋 雪梨歌劇院和海港上行駛的船之上施放之外 12年以來首次增加在四棟屋頂平台上一同發射 不只有長達12分鐘的煙火秀 還要以澳洲原住民為主題的表演 五月前港灣大橋還化作成巨大彩虹慶祝同志驕傲 澳洲的鄰居紐西蘭也在台灣時間晚間7點搶先進入2023 澳克蘭地標天空塔釋放了長達300秒煙火秀 而跨年亞洲場美國紐約時報廣場 將在台灣1月1號下午1點登場 今年的水晶球也重新整理門面換上新水晶 上面有著八個新型花瓣重疊而成的花朵樣式 呼應這次主題愛的禮物 每年都吸引全球超過10億人到現場或收看實況轉播 等著看那顆彷彿是從天而降的水晶球 伴隨著無數紙片一同邁向新的一年 TVBS新聞綜合報導